《安排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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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做人流啊 是个小手术 那只多不少 柯总 我怕 你又不是没做过任流 怕什么呀 乖 听话快去吧 我还是怕嘛 晓芹 你走吧 做完以后呢 回老家待一段时间 没我电话 不要回来 好吗 小霞 你看见前面那个人了吗 看见了 你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马上回来告诉我 好 前面那个 十一号 十一号 怎么回事 这个孩子 我还是不能要 为什么 我不能离婚 到底怎么了 你跟我说 他们来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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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看见 是吗 对 我还没见到 我还没见到 你都不在了 你还没见到 啊 我还没见到 他们的 但是我还没见到 如果这儿 你还没见到 你还没见到 我既然给你打电话了 我就一定会等你 你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你有什么难处 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咱们俩还是不能结婚 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都有 那好 我告诉你 我没有任何问题 我说等一等 是因为我有一些问题要处理 我需要一点时间 沈阳 你知道 你知道我 我特别担心你 你担心什么 我不是告诉你我没事吗 我不想因为我把你给毁了 你说得太严重了 这是不可能的 宛如 林梦娇都跟你说什么了 你告诉我好吗 具体的她没有说 只是 我总觉得她说的 好像不是没有根据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 凭我的直觉 那我告诉你 你的直觉是错的 我没有任何问题 林梦娇她是虚张声势 危言耸听 她这个人我比你了解 其实没有林梦娇 我也不想离婚 是 宛如 你这样的女人 能走到离婚这一步 确实是很困难的 但是 我们既然走到这一步 况且你又怀了我的孩子 离婚 结婚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你怎么突然又变卦了呢 你怎么突然又变卦了呢 我不想折腾了 我想 好好的过日子 不管你怎么想 在我没同意之前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打掉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们过段时间再说 好吗 孩子在我肚子里 一天天长大 事情拖不得的 我知道 你这样 你给我三天时间 三天以后我们再做决定 好吗 怎么了 怎么了 马如 没事啊 来 喝个水 叔叔 叔叔 好些了吗 没有 你脸色不大好看 喂 沈总啊 你还在别墅吗 你不是约了法国外套公司代表 上午十点钟开会吗 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我差点忘了 行行行 我马上就到 好好 就这样 你快走吧 要不这样 王如 我扶你到楼上去谈会儿吧 公司有点事 我得过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走吧 不不不 你还是谈会儿吧 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正好要回公司 做了一些事情 跟你一起走 听话 走 去躺会儿 你还是躺一会儿吧 两小时以内 我一定赶回来 你去吧 我没事的 没事也要躺一会儿 你现在啊 怀着我们的孩子 我得终点保护你 这个孩子我们还要吗 一定要要 别看啥事啊 我现在心里好乱 特别害怕 别害怕 有我呢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听话 睡一会儿吧 好好睡觉 好 还有几箱 就这五六箱了 搬完了就好了 很快的啊 大家麻利点 多走快点 来来 快点啊 喂 我是高成功 想起来了是吧 是这样的 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 你这样吧 你先到我这儿来一趟 我们当面谈谈 好吧 能找着吗 是吧 好 一会儿这样 李师傅 下面送哪些啊 下面 先不送了 什么不送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休息 李师傅 我的妈呀 你早说今天休息啊 我就去陪我女朋友了 你知道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陪她了 再不陪要吹了 现在去陪吧 现在去也不晚 对了 李师傅 我有个问题 请教一下 什么问题啊 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关于 怎么对付女人的问题 您知道 现在的女人不得了 难伺候着呢 我已经谈了七八个女朋友了 可是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 想你请教请教 对 你们这帮年轻人啊 现在比我懂得多多 我还教你们 话不能这么说呀 俗话说得好 这姜是老的辣 要不您哪能骗到那么好的师母 师母 李师傅 行行好 你教我两招 要是管用 我请你喝酒 好 贫贱夫妻百事爱呀 小伙子 好好挣钱吧 从今天开始 江秀丽 江小姐 就是我们这里的会计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 江小姐就是我们饭店的财务总管 大家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大家欢迎 欢迎 欢迎 特别欢迎 欢迎 欢迎 特别欢迎 那就是会计间老板娘咯 什么会计 会计 会计 请 进来 余总 姜太姐 姜太姐 来 来 这个随便吃一点 来 我来吧 多吃点啊 倒行 倒行 姜太姐 姜太姐 余总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了 那我先出去了 好好好 来 请吃吃 来来来 一会儿我不叫你别进来 我跟姜太姐有要紧的事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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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出去了 来来来 请吃点 好吃 怎么样 我这个人还挺有威信的吧 您是老板 你当然有了 我这叫领导艺术 他们没一个人敢说我坏话的 别犯傻了啊 人说你坏话 当着你面说 你能听见吗 真的没有 我实行的是一套 以人为本的 人性化的管理 他们都服我 别自埋自夸了啊 不过说实在的 你这人 人缘还行 那当然了 我 我 我不是那种小腹急安的人 我有我的追求 我的理想 你别看这个店啊 比较小 可我实行的是一套 正规的管理模式 我要追求和落实 科学的发展观 以保持我的事业 稳步的持续性发展 做报告呢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跟你说鱼儿 你现在就是这么小 这么小的一个小老板 知道吗 你别小老板小老板 我怎么说也是个民营企业家呀 我跟你说啊 你以后别这么说话啊 这些词根本不像从你嘴里吐出来的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我不是让你觉得我这个人 挺有水平的吗 谁说你没水平了 我挺崇拜你的 真的 高总 他来了 谁来了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李总 是你的顶头上司 李总 你好 好 你去 给李总呢 找一个按摩小姐 手法好一点的 不用 不用 你看 放松放松嘛 真不用 真不用 来 快坐 那好吧 你下去吧 快坐 看了吧 我这怎么样 挺好 我这个地方 算是一流的 什么时候来上班 什么时候来上班 就是 这工作我原来从来没做过 我就怕干不好 慢慢就了解了 下周来上班了吧 好的 你和你爱人那个 夫妻关系现在怎么样了 好 我发现了 没怎么办 我发现了 你自己做得到 你自己不服辩了 不错了 你自己也不服辩了 我发现了 你自己也不服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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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不服辩了 我想问一下 你们夫妻生活是否正常 对不起啊 这个问题呢 我本不应该问 但是我一直在想 现在啊 有许多夫妻感情不和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俩倒不是这个原因 前一段不是 因为沈阳这档子事吗 所以 两口子这个感情 有点生分 就是说 我懂了 坐吧 我叫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已经坐了 没问题吧 我尽力了 但愿你能满意 这就好 不过 不过什么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你是不是要和姜婉如结婚了 是 怎么了 这本是你的私事 本来我不应该说 没事 你说吧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我是亲眼看到你一步一步 做到今天这个样子 我不想看到你有什么闪失 你不赞成我和姜婉如的事 你的意思 我应该跟林梦娇结婚 你如果不和林梦娇结婚 你应该考虑好后果 照你这么说 我应该跟一个我不爱的人 甚至我很讨厌的人结婚 你知道吗 没有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那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你和林梦娇的关系能走到这一步 你就没有责任吗 再说了 姜婉如是有夫之妇 你硬要拆散人家家庭 这也不道德吧 对不起 陈总 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也不得不说 就感情和婚姻 我记得以前我们俩曾经聊过 你不也爱上了一个你本不应该爱的男人吗 弄得满城风雨 就内心而言 你是同情我支持我的 你之所以不赞成我和姜婉如的事情 是怕我连累你 是怕我出事 我说得对吗 陈总 不过这么多年来 我的为人你也应该知道 就算是天塌下来 不还是我这个大个子在顶着吗 再说了 事情也并没有到了你想象的这么严重吗 可是你让我做假账 我真的很害怕 三千万呢 那不是个小数目 这三千万今年六月份不就回来了吗 可我怕等不到今年六月份 就要出事 你放心 这个窟窿我一定会想办法给堵上的 林小姐 您回来了 你舅舅在等你了 舅舅 您看一下 喂 是我 你别过来了 我出来了 我不是让你在家陪我 你怎么出来了 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地铁上 你是回家还是回公司啊 我回公司 你别管我了 你忙吧 喂 喂 舅舅 舅舅 您表个态吗 您干什么呢 您把他给删除了 对 为什么 孟舅 您不该这样 您这什么意思 您是在帮着他校会证据 你太年轻 太义气用事 商界的事情你不懂 我看呀 您是在护着他 孟舅 我不得不这样做 你以后慢慢会明白的 孟舅 你怎么来了 上车吧 这离公司很近的 你不用来接我 我们不去公司 要去哪儿啊 上车再说 上车再说 走吧 我先回他们 我是地团 我 我 那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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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你们去哪儿啊? 好 我想到顶楼去看看你 对不起 你们是哪儿的? 我们这儿有规定 任何外人不能上去 赵总 我沈阳啊 我现在在你们楼上 对 在顶楼上 不不不 你不用陪我 你通知你们保安放行就行了 好 好 再见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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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 请讲 赵总有个朋友 要到楼顶去看看 你帮他们进去 明白 那好吧 你们注意安全 好 谢谢 别说 谢谢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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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 今天要奖励我 为什么 我考试得了一百分 全卖第一名 真的 真好 好 那爸爸奖励里 你说讲什么 去卖当劳 去卖当劳 那就去卖当劳 好 你打电话叫妈妈也来呢 你妈有事 正好给我吃一口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到这儿来吗 为什么 八年前新明晚报曾经登过这么一篇报道 说有一个精神失常的年轻人 要从这儿跳楼 后来被警方和好心人给救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我 你为什么要自杀 当年我突然离开你 准备跟那个马来西亚女儿一走了之 你为什么要自杀 你知道我当时我都绝望了 我离开了自己最心爱的人 出卖了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太可耻 太卑鄙了 当时我就对自己说 你离开了这么爱你的一个女人 你去死吧 你今天带我来这儿 就是为了说这些吗 你来 不尽量 你知道吗 当年我想跳下去之前 在这站了很久 就写下了这么几个字 后来我们出逢以后 我又来过这一次 发现当年写下的这几个字 现在还在 我就想有机会 我一定把你带到这儿来 让你看看 当年我对你有多么的迁疚 我也想让你知道 当年我离开你 有多么的迫不得已 你忘了那天在你办公室 你让我滚 你做得有点太过分了 好好好 我错了 对不起 我不是把你看成我朋友吗 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这还差不多 那晚上我敬你吃饭 向你陪胡适 好 给你个面子 妈妈 天天回来了 妈 想死我了 你也不打个招呼 我好去接你 预言今天开车 回去接我来的 预言呢 接修丽去了 修丽和预言订婚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你不一直希望他们好吗 这会对心思了 对 这下我就放心了 外婆 你帮我看功课 好 去看功课 好 来 两万个上午 好 好了 好 来 坐 走 走喽 我走喽 我走喽 走喽 我走喽 安心啊 嗯 安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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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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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来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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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坐 好 来 来 外婆自己的 走走走走走 坐吧 老婆 我好想你了 我来 喝水 好 谢谢你 我也好想你 天天 让外婆好好歇歇 去写作业吧 去写作业吧 妈 今天坐车没难受 没有 这回挺好的 心天哪 最近你和宛如怎么样 怎么 不好啊 没有 挺好 这我就放心了 其实啊 妈妈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俩 你们两个不好 我这心里头天天揪着 宛如呢 她也快下班了吧 妈 妈 疯丫头 订婚了也不知道跟妈说一声 现在在鱼园饭店工作啊 这样好两个人在一起有个照顾 我也就放心了 好 语言 来来 坐 来 坐坐 来 妈 我听语言说您身体不大好哪儿不好啊 也没什么不好 就是有的时候手发麻 心里觉得憋得好 我这次来呢就是来检查检查 是 这次啊要好好检查检查 我爸医院里认识几个医生 年纪大了 有病不能耽误 对对对 来 过节呢 好啊 您啊 这次啊多待些日子上海啊大医院多 我们多跑几家 好好好 喂 喂 姐 妈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哎呀 你姐工作忙工作要紧 你不要催她回来嘛 那你要是能回来的话早点啊 好的 嗯 再见 拜拜 我姐说了她马上回来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们俩在一起 那好吧 宛如 找个时间我想去看看你妈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我想现在我妈很难接受你 我知道是很难接受 我想 这一关总归是要过的吧 很难 我知道很难 但是再难 我也想去试试啊 谁啊 谁啊 能不能答应我 什么事啊 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做啥事 好吗 走吧 你放心吧 我答应你了 我答应你了 谢谢 就是n pbbb 许你老了 你怎么知道 信不信由你 孟娇 我看哪 现在他们俩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你就成全他们 对沈阳放他一马 随他去 我就这么认输了 什么认输不认输的 就算他不抛弃你 你也不会跟他 别死心眼了 我林梦娇真是太笨了 表面上看着我挺厉害的 其实我一点本事都没有 是啊 我以为你是女中豪金 现在看来你不过就是 最普通的女人 为情所伤 为情所困的愚蠢人 对 你说得对 我是一个很愚蠢的女人 我把心都掏给她了 我没看过别的男人 是啊 真正喜欢你 想你 疼你的男人 就坐在你面前 你连看都不看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 可能是缘分不够吧 别这么说 也许 有那么一天 我真的会嫁给你 真的